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没有错 而他到底是谁呢 所有的朋友们 让我们大声地欢呼出他的名字吧 一 二 三 我没有听到 再来一句 一 二 三 好的 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杨阳 哈喽 杨阳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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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先打一声招呼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嗯 太棒了 其实杨阳你看 我们今天呢 刚才特别有讲 110年历史的万宝龙 今天呢又多加了一个明星的成员 其实你身为我们的万宝龙 全新的一个代言人的感觉怎么样 首先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荣幸 那万宝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品牌 富有底蕴 却有与时俱进 对对对 而且你看一下我们现场呢 为了要迎接杨阳 我们特别把我们六角白星全部都搬过来了 哇 对啊 你看这个六角白星还是非常的有层次感啊 是 非常的有艺术感的 对 是我们的这个现代装饰艺术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个六角白星可以说是我们的万宝龙一个经典的象征 但是这个后面还有一点含义 我不知道杨阳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logo的含义 其实我们的万宝龙这品牌 它的英文名其实就是波浪峰 对 那是欧洲的最高峰 从山顶俯瞰的话 白雪覆盖山顶和周围的冰川就形成了六角白星 对 你看4810米的高峰 就是我们的波浪峰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波浪峰所传达出来叫Montblanc的六角白星的精神 就是一个不断的卓越 不断的精益酬精的一个精神 其实跟杨阳在演戏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有点像我们的新男人法则里面所讲的一样 Iconic, Excellence and Versatility 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新男人法则 我们慢慢地往里面走 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新男人法则里面的三款 Iconic, Versatility and Excellence Let's go 走吧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为杨阳准备的是三个不一样的区域 这三个不同的区域呢 就代表一个我们新男人法则里面的可能三个不一样的一个典型的Coach 但是同时呢 也代表出来 现在Millennial其实是我们迁徙一代 他们可能特别会热爱的一些地方 你看有我们职场 然后有音乐 我相信你也热爱音乐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我们现在要来到的是职场的地方 其实职场我觉得演员可能自己也喜欢在家里面写一些东西呢 或者在剧本上面写一些东西 你有这样子的习惯 当然会在剧本上写东西要做功课 对对对对对 对于学生的分析 对对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杨阳对于那个演戏特别特别要求 我觉得是一定得用心吧 对一定要去敢于的去追求完美 这个是从学生时代就已经是这样子吗 可能这小的时候跟我在学校的学习的经历是有一些关系 是这样子培养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你没有想过说如果哪一天你不拍戏的话 你会想要做什么样子工作 没有想过如果不拍戏 不做演员的话 我觉得我选的还是会选择有创新一点的东西 对喜欢那种从舞到有的感觉 像设计 对也可以 可能也有可能是作家 因为作家也是从舞到有 还是有点难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边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万宝龙 他除了我们这个fine watchmaking就是我们的制表工艺是非常精彩之外 大家对于我们的万宝龙他的自己本身的制 就是我们的笔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如果现在要让你在这张纸上面写一段话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会想要写什么 对于热爱的事业我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嗯 而他到底是什么呢 There you go 好 好 好